但是這個是聯合政府的一個前提 你們那個政績不行 一兩年又要改選了 你明白嗎 所以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保守黨可以跟自民黨合作呢 他們大家的政治都不一樣 其中一個最大的分歧 就是自民黨提出要修改這個選舉制度 將現在現有的單字直達表制 改成比例代表制 我們香港九七之前就是單字直達表制 回歸之後就是比例代表制 英國的自民黨是提出 要將單字直達表制改成比例代表制 保守黨是反對的 兩個在這個問題上有情結 聯合政府幾乎做不成 好了 做兩人 兩個黨魁開會 講點數 將這個政制改革全民投票面 那就解決了他們的分歧 於是就造成聯合政府 我比較詳細一點 講一下那個政制 就是因為我看到有很多年輕人在做 我們香港就用比例代表制 對 當初為何由單字直達表制 變成比例代表制 就是因為怕民建聯選不到 OK 所以比例代表制呢 他拿10%左右的選票 他可以拿到一隻 但是一隻以來 就算回歸到現在 民主派是拿六成的選票 建制派是拿四成的 民建聯大約是25%到30%的選票 但是都保證 他在每一區至少有一隻 是吧 黨島區曾玉成一隻 以前是兩隻 明白為何只剩一隻呢 因為被葉劉淑儀畫了他的票 是吧 於是他就只剩一隻 新界東有兩隻 就剩一條隊 三馬仔加個陳復勤 新界西有兩隻 譚耀宗加張學鳴 九龍西有一隻李維琪 九龍東有一隻陳鑑馬 保證他每一區至少有一隻 就是比例代表制 如果單字直達表制 他紛紛都存在均盡 一直都沒有 九一年試過 九五年也是 是吧 要到二千年 九八年 他才可以 九八年 他才可以 就是 得到這個比例代表制的好處 每區才有一隻 那現在的人又說 哦 比例代表制 應該要改 因為有比例代表制 社民連 每區才有一隻 現在我們三隻 他又怕我們每區有一隻 我就想說 你改吧 是吧 你怕你就改吧 是吧 如果你怕社民連 你就改吧 又把比例代表制 改回單字直達表制 一份 是吧 所以這種選舉制 還不可以隨便改的 在牽制上面 喂 就是 在英國人 要全民投票的 如果你們改 單字直達表制 改成比例代表制 是吧 所以我們在九龍西 有五隻 民主派 就拿了三隻 是吧 民主派 你為選擇 差兩萬票 這個就是比例代表制 是吧 比例代表制 就是這樣 喂 第一跟第二 後來那個 相差的票數可以很多 是吧 但是 如果單二直單表制 就不是的 要選單多數 他贏了一票 就是一票 譬如我們有三個人去選 最終半個就是多選 就拿那個位 好啦 現在沒有選 就是單二直單表制 你只可以投一個 我們這區有萬個後選人 你只可以投一個 是吧 只有一個都可以選到 是吧 這個就是單二直單表制 這個可以造成一種對決 所以我們提出五區總辭的 巧妙的地方在哪裏 你每區找一個人辭職 有一個位補選 兩個人辭職 兩個人辭職就不可以了 就沒有公民投票的性質 因為兩個位 是吧 你一個位補選 如果你民建聯派一個人出來 跟我們借抽 我們贏了他 就我們公投贏了 是吧 因為我們選議題 但是你一定通過一個補選 你才可以投票 如果有公民投票法的 很簡單 我就這個議題 大家投票yes or no 或者投票 那我就投票 如果支持這個公投議題 譬如同性怨 佛同性婚姻 合法法 那這個要公投 那這個要公投 是吧 或者定個門檻高些 因為這個牽涉到道德的問題 家庭倫理的問題 有很多人反對 於是我們將門檻定高些 一定要投票的人三分之二 才可以通過這個議題 那大家就由這個議題去投 是吧 但是我們沒有公投法 我要提出一個議題 要廢除功能組別 盡快實現真普選 那我們一定要有個人 遲了職再參加普選 用這個議題出來 跟我們的政綱 然後你投給我 我們票中了 贏了 那我就贏了這個議題 是吧 所以見上公投是這樣解釋 其實我們一講 很多人都明白 辭職再選 走一個單一的議題 重新登這個選民的首權 這個是民主政治 一個核心價值 因為議會裏面 是會有些所謂多數武力 少數人的意見是被忽視的 很多時候 那些少數的意見 可能是真摯詐 但是在這個立法機關 由於你不是多數 被人投票投過 是吧 這次我就辭職 辭職 我再用這個議題去選 你選我進去 就可以改了這個議題 08年英國的國會議員 反對這個反恐法 他認為妄礙人權 他辭職了 再選 爭取選民的認同 支持他的觀念 七成人投票給他 贏了這個位 贏了那個位 進去議會 於是修改了這個反恐法 最近有一個 哈佛大學的法女學博士 就是王 你可以看一本《信》《河原刊》 看下 他寫了八次幾次的文章 那些文章的標題 就是 還原辭職再選與一國兩制 他就將這個辭職再選 正是講過英國幾百年民主政治的發展 英國幾多次辭職再選 然後修改了議題 就是 我們今天在立法會 有一個權力及特權法案 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裏面 講默得默 是不受刑事的監控 你不可以騙你死亡人 譬如我們節目中兩個喊家 這樣 互相在那裡勾鬧 是不犯法的 OK 走出門口講就犯法的 可以告你被罰 是吧 大家都說不行 他辭職再選 就可不可以罵皇帝 要那些選民再投一千票 結果他贏了 可以罵皇帝 OK 那要是一個國 在一個國會 就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所謂權力及特權法案 言論免責 叫做 言論免責 不是好像中國大陸那樣寫幾篇文章 罵一下政府 就留了我每十一年牢 我就以而入罪 人家是千方百計 不要再有你的言論自由 作為一個議員 在立法會講甚麼都可以 叫言論免責 就是這樣來的 又是因為有議員辭職 就用一個單一的議題 叫你投票 我們今天五個議員都一樣 我們辭了自己的職位 是不是 跟著就出現一個普選 五個都要選 我們現在去選 為甚麼是我們去選 因為我們有個議題 給你們去投票 就是踢走那些功能組別 是不是 那你就去投這個議題 就這樣 但是一定要我們自己 即是要選 要選我進去 那這個議題 即是叫做 代表你們的意見 就這麼簡單 甚麼浪費公帑 甚麼沒事找事來搞 如果我沒事找事來搞 共產黨不用擦擦跳 是不是 我們這裡叫做補選 五區補選 但是這個政府 我依法辦理補選 香港沒有公投法的 這個不是公投 它說得對 是法理上 但是跟著中央政府說 不是這個公投 任何認識的公投 都是違反基本法 違反這個法律 那你不抓我 我覺得它是一名的 是